猜猜我是谁又来了 大家好我是林姐三道 今天我和驻守小倩来激流永静 真是不可相信 她居然就停错了地方 不是刚才那个地方 然后现在我们才找到了正确的上船的地方 姐姐要变成野猪了 今天是美国的国庆节 把刚才这一个小哥 上去把这个美国国旗给取下来了 他要干啥呢 大家都聚拢来了 看他们在车顶上搞啥 唱国歌呢 我不会唱 这一个身材很好的美女 就是刚才在车上给我们讲安全守则的 现在我们要开始上船了 这个帅哥他会划着凯亚克 然后跟在我们附近给我们照相 他现在演示如果我们要到水里了 他也不过来救我们 这个是我们的随船教练 现在教我们怎么坐在这个船上 要坐在这个边缘上 然后把脚 撑在这个上面 就是你能够在这里 然后保持自己在线上 好吗 所以当你进船上 玩到那里 什么都觉得舒服和安安 我们有什么问题吗 我把脚 我把水满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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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我把水满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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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然后我坐在船头 所以呢这个浪很大 最开始两个浪我的全身就湿透了 我们滑的时候是不能够拍照的 刚才我们滑过一个四级的地方 然后船差一点翻了 刚才就是这一位大树掉下去了 哇我后来一看后面只有五个人 加教练六个我紧张了一下 还好我那株什么地方去 他不会游泳 那就是这个姑娘砸在我身上 不过还好 然后他后来奋力的把我给这个拉起来了 刚才就是卡在这个船中间 然后 他很滑嘛怎么都起不来 还好前面这个看 把一只脚塞在这个里面 另外一只脚卡在这个后面 但做的时候呢 因为有水很容易滑下去 所以要特别小心 心里还是有一点慌 我看一下我那个猪手 我还问我说 屁还在吗 要在在这 哇那好 他没掉下去就好 因为你不会游泳 你这个笨蛋 其实我也蛮想去跳的 你看这些人在排队跳水 哇 你看下面那个 凯亚克 它是 摄影家 搜酒园 这些水性都相当好 哇我们刚才过来的那个地方 其实真的是很多地方蛮险的 跳一个 一个一个跳上来吧 我老板勇敢地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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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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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最后一个地方了是吧 是最后一个 跳回去 你算了吧 你就是一汗鸭子 你都不会游泳的 我要拍你的胸部 好我们在这里 就结束了今天的旅程 上面那个山看到没有 有几个隧道 那是一条徒步小径 我来过 两三次了吧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叫做 Skylight Drive 这个地方 就是天际线的公路上 这是一条路的 然后看到没有 很窄呀 我们要下半间了 刚上天了 各位同志们看到闪电了没 闪电 闪电 不要叫 我们今天是经过了大风大浪的 在这边 没有 这个地方 不怕 像这种风景说实话就真的 风景倒是一般般 在玩了鸡 在玩了鸡流以后 然后我们去Skylight 兜了一圈 很短的一条路 但是很有意思 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当地的餐馆 吃一点东西 这个餐馆很有怀旧的风格 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很典型的老美餐 这就是很典型的老美餐 你不要装作你吃的很斯文的样子 本性暴露 这个叫啥 snopers snopers 你说很好吃是吧 对 它就是简单的肉 一个半个面包 再点墨西哥的酱 我吃一口 它这个像三明治一样的 你别看里面只是简单的 菠菜 西红柿和蘑菇 味道真的还挺不错的 所以这些店呢 你别看好像挺偏远 然后里面装饰也很一般 它的味道真的不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